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国家级舞蹈家唐世裔等人 甚至还请来了南韩女团听话版少女时代的成员郑秀妍 开播前大家就在猜测谁会通过这个节目翻红呢 郑秀妍的呼声无疑是最高的 首先浪姐的主要表演形式就是唱歌 跳舞 而且还是边唱边跳 但来参加节目的姐姐们 有的是演员 有的是歌手 有的是舞蹈家 专业搞唱跳的人确实可数 单从舞台形式来看 郑秀妍占尽先机 她可是南韩顶级女团出身 搞唱跳是她的强项 其次浪姐三的制作组是芒果台 芒果台在捧人 尤其是捧韩国人这一方面颇有心得 可以说只要郑秀妍自己争气 再加上芒果台的帮助 她靠着这个节目翻红 然后在中国大肆捞金 完全不是问题 毕竟前面靠着 我是歌手爆红的韩国18线小歌星 黄志烈就是个例子 当初她靠着我是歌手走红后 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喜欢 赚的钱喝在韩国没发币 她就曾在韩国的节目上表示 在中国的出场费 是在韩国的100倍 把主持人们都吓了一大跳 郑秀妍想成为第二个黄志烈 不是梦想 与郑秀妍的呼声相比 开播前总冠军王兴林 就显得有些落寞了 甚至是无人问津 王兴林红过 出过很多的经典歌曲 也演过很多的戏 但娱乐圈多的是漂亮 有实力的新人 她早已过了巅峰时期 成为了昨日黄花 还记得 2017年王兴林世界巡回演唱会 原价1080元的票 卖10元一张都没有人去 还有路人表示 自己在逛超市的时候 被硬塞了王兴林演唱会门票 并且节目里都是年轻漂亮的姐姐 王兴林人气 长相 实力都不是最强的 刚开始被忽视 可以理解 开播后 正因为两人差距之大 芒果台一开始就有些厚词薄笔 给了郑秀妍许多的镜头 而王兴林的镜头则是少之又少 除了舞台 几乎没有什么镜头 芒果台是有意捧郑秀妍 然而郑秀妍自己不争气 就说她的出舞台 像这种选秀节目 出舞台是最重要的 以小编看秀多年的经验来看 一旦出舞台好了 之后只要不作妖 出道是八九不离十 或许她有些不太重视这个节目 也可能是不重视其他姐姐吧 然而作为女团出身的她 出舞台竟然只是站装唱歌 一点女团的优势也没发挥出来 对此她的解释是没有时间准备 可是她都来了一个月了 准备一个小小的节目 一个月的时间难道不够吗 对于普通人都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是女团出身的郑秀妍 说实话 她站装唱歌 歌唱的也就那样 不算难听 但也没有多经验 出舞台显得有些敷衍 与郑秀妍的敷衍不同 其他姐姐各个拿出十八百五亿 出舞台各个精彩 这样显得郑秀妍的出舞台 就更加没法看了 要知道 当初黄志烈第一次登场 表现就不俗 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与她不同 王秀妍出舞台的表演 顺时亮眼 年仅四十的王秀妍 打扮得十分少女 脸也还是记忆中的那样甜美 边唱边跳歌曲爱你 看到王秀妍的表演 就像是回到了从前 勾起了大家从前的美好回忆 而这正是王秀妍出圈的原因 这次出圈 让很多人都冲着王秀妍去看节目 甚至呼朋唤友的 去为王秀妍投票 然而这个热度 是芒果台没有想到的 听说芒果台原本只是拿王秀妍 当个充数的 还打算让王秀妍早早淘汰 王秀妍的翻红谁能料到呢 以至于爆红后 芒果台要加王秀妍的镜头 都发现没得加 因为没怎么拍 除了人气高 王秀妍能拿下总冠军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整个节目没有像前两届那样的宁静 纳因这种打了 没有卡位大的前辈 加上王秀妍又是最红了 拿下总冠军实属意料之中 总冠军不是他 倒还叫人怀疑有黑幕了 当然郑秀妍也不错 最后也还是成团了 但这和他的预期差太远了 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语言又不通 尿的是翻红 是像黄志烈一样 成团根本不是他主要的目的 所以说这团是成了 可是估计这团和前两季一样 无人问津 成了和没成一样 这样看来 郑秀妍算是白来一堂了 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小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两人的粉丝基数与分布不同 郑秀妍曾经的组合少女时代 红遍了整个亚洲 人气与实力那是不用说 同理 王兴玲在那个时间打架的华语乐坛 杀出来 人气与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可问题是 《浪姐3》是中国的节目 观众几乎是中国人 虽然少女时代很火 但是她是韩国的女团 并不在中国活动 中国人对她的认知并不全 也并不深 很多人只听过少女时代这个名字 并不熟悉她的成员 有些人连少女时代都没听过 而那个中国人能说自己 没有听过王兴玲的歌呢 不说生活在王兴玲爆红 那个年代的人 就说00后也多多少少 听过王兴玲的歌 而且追王兴玲的人都长大了 已经有了经济能力 花钱追追星 对他们来说不算是 而郑秀妍的粉丝 没有王兴玲粉丝的童年滤镜 也没有那么大的基数 在战斗力上自然稍讯一筹 第二 中韩观众喜好的不同 韩国女团竞争激烈 有些女团没了红 会刻意地讨好粉丝 以至于她们的表演 有些性感 妖艳 眼里都是勾人的媚态 郑秀妍在表演的时候 也有点这种感觉 韩国人喜欢这一套 但中国人并不是很喜欢 大多数中国人 还是喜欢王兴玲这种 甜美自然的表演 或者是唐诗一这种 自信大方的舞台美 所以郑秀妍的表演 在中国人看来 比起王兴玲就有些逊色了 第三 节目糊 关注度少 浪姐三属于典型的高开低奏 刚开始热度很高 节目组还为了制造话题 请来了前两季的总冠军 宁静与纳英 前期 节目组把镜头和热度 都给了她们两个 这就导致许多姐姐 根本没什么镜头 说实话 宁静和纳英在一起 确实非常有看头 但这个节目 看的是其他的姐姐 而不是前两季前辈的对罪 不过 前期为了制造话题 这样做可以理解 后来王兴玲全网爆货 节目组也没有好好加以利用 白白浪费了热度 但最根本的还是节目内容不行 首先是分组 一个很简单的分组 弄得很复杂 一整集光看分组了 一点看头也没有 其次是表演 节目组给姐姐们的歌 一点也不好听 而且服装也很丑 印象最深的就是 二公胡信儿那组的表演 姐姐们都被剪成了 臭臭的蘑菇头 还给她们配上了 七彩斑斓的大西装 叫喇叭裤 就这装造 就算是神仙姐姐 刘亦飞来了 也不一定能够hold得住 就因为她们的造型 我连她们的舞台都不想看 一点也不美 因为这些原因 浪解三胡了 节目糊了 关注的人自然少了 想要更多人认识你 困难无比 圈更是出不了了 就算郑秀妍实力比王兴玲强 性格比王兴玲讨戏 她也没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 没机会吸引更多的粉丝 正是这种种原因 导致郑秀妍没有像其他韩星一样翻红 而让王兴玲拿下总冠军的桂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